我想全球關注5月9日在莫斯科搞什麼勝利大龍鳳 其實用幾個字形容最實際,叫做露底日 你看到這麼多年來,天空上面也有鵝蚊戰機飛 空軍,制空拳,空軍是未來主要的戰場的定海神針 你看到今年,空軍不見到在勝利日當天飛 但是彩排這麼多天,都看見他在這裏飛 還要組裝那些字 這次真的不見到這些鵝蚊 為什麼在天空上面,在當日不見到這些鵝蚊呢? 俄羅斯當局就說,天氣不好 這裡擺動明南天白雲,叫天氣不好 因為他解釋天氣不好,所以這些鵝蚊就不飛出來了 這些叫做飛機 我看回他的環境裡面,就算戰車也好,旁邊這些標記 都不見他的標記,叫做輝號 很明顯,真是露底日和牛底日 哪個牛底日呢?就是普京 說回天空上面,沒有這些叫做戰機 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這些戰機飛出來 又舊又整個都沒有東西看,飛來做什麼 最新的那些,最強的那些都在烏克蘭那裡 全部被烏克蘭軍打下來 第二個解釋就是,你看到彩排當日 是有這些叫做戰機飛出來的嘛 但是到了,到到當日 即是5月9日,即是昨天 是沒有的喔 因為彩排那天,就沒有這個叫做普京在現場的嘛 那麼,當日來講呢 是有這個普京在現場的嘛 所以說這個普京是牛底的嘛 為什麼牛底呢? 你看到這些叫做戰機或者飛機啦 在上空飛啦 那如果有一個人是不喜歡普京的 甚至是反戰的 他會怎樣呢? 他真的會整架飛機放進普京那邊的喔 那就是一鑊熟咯 即是有這個說法的嘛 即是這個網上 那看回他的戰車都沒有東西看啦 基本上 你看到呢 有些對比啦 就說 這些就是這個叫做牛底日 即是普京牛底日啦 即是俄羅斯的這個叫做勝利日啦 你看到有自走炮這些這樣 在那邊走的嘛 這個自走炮呢 就是這樣的樣子 就是生前的樣子 死後的樣子 這個在烏帕蘭戰場裡面的 那這些火箭炮都是一樣啦 生養和死養啦 那你看到T90M呢 這個叫做他最貴 甚至最新 最厲害的坦克 那肯定在這個叫做 月兵上面呢 即是這個勝利大龍鳳這條路上走的啦 那下面那一架也是在這個叫做 烏帕蘭戰場啊 上面被人打到開了罐的 這個叫做T90M啦 生養和死養啦 那你見到啦 那這裡呢 這個叫做T90A啦 也是這樣啦 在這個烏帕蘭戰場呢 也都是被人打爆 甚至 一直被人開罐啦 那你看看呢 有一款坦克就說 今年在這個叫做 勝利大遊行那裏呢 就沒有的 就是這個叫T80 那這T80去了哪裏呢 那你見到這就是這款T80了 那很明顯啦 這T80你見到呢 烏帕蘭這個叫做 國旗的揮號啦 那這T80其實呢 原本呢 就是俄羅斯的 俄羅斯入侵這個烏帕蘭啦 那因為俄軍呢 落方而逃啊 那將這些這樣的T80呢 就送了給這個烏帕蘭軍 那烏帕蘭軍呢 在這個5月9號 當日呢 既然你這個叫做閱兵場地上面 沒有這個T80 那就會送了一聲的T80 在這個烏帕蘭戰場那裏呢 就對這個俄軍進行大反攻啦 那我經常都說 既然這些裝備是俄軍的 那T80裏面的炮彈 當然送給俄軍啦 那你見到啦 T80在這個戰場上 做了這個大反攻 即是烏帕蘭軍啊 那講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蛇島啦 蛇岛说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很久,占领了这么久,占领了这么久,占领了多久就被炸了这么久 最新的画面,你看到TB2,土耳其供应给哈兰的TB2无人机,在这个范围出没都不是新闻 最大的新闻,竟然这个叫做乌克兰出动,这个叫做SO 27 很多人说,你乌克兰还有空军的吗?还有战机吗?原来真的有的 出来,看回,在这里看到乌克兰的SO 27炸这个叫做蛇岛 这样炸的话,蛇岛上面的俄军肯定变成了这个叫做煎肉饼 甚至你看到他炸那架叫做登陆艇,这样炸那些都是肉碎来的 炸飞那些 也可以这么说,去到现在这个moment来说,你看到这里呢 其实这个范围就已经肯定这个是乌克兰控制的范围了 乌克兰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叫做禁航区 因为用这些叫做反弹飞弹,只要他用这个反弹飞弹的射程射到地方 你这些军舰敢进来的,我就将你变成潜艇咯 因为这些反弹飞弹你不知道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奥德萨也可以 放在这里也可以的嘛,即是射到和摩尔多啊,中间这个地方也可以的嘛 肯定这里就已经变成了禁航区啦,也可以这么说啦 即是说这个俄军在这个地方已经失去这个叫做制海拳和制空拳啦 俄军来说都很凶险啊,现在这样的玩法 你一路看下去啦,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啦,一面倒就是这个乌克兰呢 占了上风啦,那你再说回呢,就说这个普京啦 在这个胜利日当日呢,有些人说他没有说啊 即是没有说向这个乌克兰宣战啦,甚至没有说向乌克兰扩大这个叫做战线啦 其实现在这个叫做特别坏军事行动,和这个宣战有什么分别呢 根本就是宣战啦,只不过名字不同的嘛 甚至你见到这个叫做阅兵,这个叫做战线的空军都没有 那怎么抗大战争呢 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呢 他经常放出的声音就是说,喂,现在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是有的 是在聊着的,是在谈判的,但是乌克兰就没有强调这件事情的喔 就算有谈判,他都不会讲的,没有那么刻意讲的 就是俄罗斯那边很刻意地讲的 因为已经讲到明啦,这里乌克兰那些将领都讲的嘛 只要你想想,要这个普京啦,甚至这个俄罗斯呢 就要给这个投降书,就是给这个投降书 就是接受这个俄军的投降啦 那俄军有没有机器,有没有可能投降呢? 那我想真的没有可能投降啦,没有可能投降呢 就一战场解决啦 因为很明显一样东西就是说,现在你看到已经不包装了嘛 连这些这样的叫做斩手无人机啊,已经在这个乌克兰上空啊 不停飞啦,见到这些这样的俄军的指挥官啊,这样撞过去啦 真是斩手的嘛,这样炸下去呢,你看到他不大呢 但是爆炸威力呢,最少三个手楼弹也是爆炸威力啦 这样撞过人头那里,你想想,整个头随时飞掉的,即是炸掉的 真的斩手的嘛 加上他那些M77啊,这个叫做楼弹炮啦,即是美国给他那只啦 都已经在现场,他都已经不隐瞒了,在现场用啦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湾南军百发百中 超视他攻击,这样打到这个俄军呢 真的呢,他现在俄军真的想叫停的 所以你现在呢,这个叫做普京呢 看到他的阅兵这样呢,即是这样的阵容出来呢 是露了底,甚至呢 可以这么说,普京真是牛底的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